日前行政院长江一华才在院会指示 要隔园找时间放假 他今天也趁公务之便 到花东骑单车拼观光间休息 甚至说想要像这样躺在马路上一个小时 言谈之间似乎是透露院长真的累了 换上新面服装 踩着单车迎风驰骋 行政院长江一华到花东拼观光 亲自率队来一趟绿色休闲之旅 即便天空不作美临时下起雨来 但丝毫不减众人游幸 穿过绿色隧道与农田 一路听着导览员解说 院长像个学生般跟着老师走透透 不只骑单车也尝试千人躺 在马路上就地休息 甚至频频耍俏皮 展现同心未明的一面 我想在那边躺一个小时 大家都可以来体验一下 而且最好就是在 没有工作压力的情况之下 躺下来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我想会很好 很棒 在阁员一起过来躺吗 对 但是要先交通管制 要不然就内阁阵亡了 院长累了吗 似乎很想好好休息 一趟下乡花东行 张一华拼观光 远离台北恼人的攻防站 享受难得悠闲 宇坚TV蓝庸森王涵秋 台东报导 委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